十年前的莫拉克风灾 小邻村几乎是灭村 痛失三个孩子的村民 陈正荣夫妇 努力的想把孩子给生回来 也累积了六次的试管失败 求助医师李茂涮的协助 利用的是第三代的试管技术 才终于成功生下双胞胎 而今年小邻村重建十周年 医院特别邀请这对陈正荣夫妻 以及村民带着双胞胎回娘家 提前一起来切蛋糕 庆祝父亲节跟小邻村的心声 在众人的祝福下 小邻村民陈正荣夫妇 带着双胞胎孩子 一起回到了医院 和医师李茂涮庆祝父亲节 以及小邻村重建十周年 因为十年前的莫拉克风灾 带走了陈正荣夫妇的三个孩子 如今透过医院的协助 让陈正荣夫妻再度有了双胞胎 院方表示在找上他们之前 陈正荣夫妇历经了六次的失败 考量道士高龄产妇 因此院方以公益的方式全额赞助 帮陈太太施行第三代试管疗程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隔年就产下双胞胎 成功达成把孩子再生回来的心愿 四十三岁的话怀疗程度只有5%到6%左右 要面临这一对夫妇能够再生的话 势必要有一套新的方法 因此必须要用到第三代试管年儿 才有办法获得新生 而且第三代试管年儿耗费相当的高 大概要整个费用加起来 我那时候评估大概一两百万左右 结果我们很幸运到一百多万就完成了 我觉得是我们小邻村是在继续永续的 然后我们更希望说 然后新生命的再一直的延续下去 活动现场医院不但安排小邻村民免费健检 还允诺采购当地社区一百份的伴手礼 希望透过这样的小小行动 来帮助小邻村重获新生 谢谢李静阳台中采访报道